Miradio在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收听 语文踢爆之 说文解字 今集的主题是 党大还是法大 以人民投票议会立法为基础的代议政治 即是现今通行的民主政治 政党的政治地位并非取决于政党本身 而是取决于选民的抉择 未经选民的抉择而取得的政治权力 从民主的观点来看 是一种盗洩 实行民主法治的国家 当然不会有党大还是法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一党专政 人民在遇到不平等 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 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这种疑问 中国继毛泽东 邓小平之后 新的独裁者 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 他都曾经经历过党内斗争 也都遭受党内的当权派的霸凌和批斗 他也都问过 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是法管党还是党管法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中国还会有制冷 1985年当时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 被西方记者问到他的时候 问他一个问题就是 在中国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时候 他竟然是这样回答 这个不考虎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负责制宪 修宪和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全国人大的头 彭真竟然不能够或者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看来他恐怕不是不好说 而是不可说 30年之后 2015年 习近平在一系列的讲话之中 提到了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 党大还是法大呢 是一个政治陷阱 是一个危命题 习近平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含糊其识 语言不详 要明确 欲语回答 习近平又说 各级党政组织 各级领导干部来说 权大还是法大才是真命题 不能以党自居 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寻思枉法的党建牌 按照习近平这种说法 都只不过是习近平自党 或者整党的手段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 是中共一党专政 依法治国 就是以党治国 人民没有办法当家作主的问题 中共的政党属性是什么呢? 中共本来就是一个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 并且借口无产阶级专政 令中共可以永远执政 中共的政权 并非来自人民的授权 这是一种盗洩 所以中共也是盗国策 在中共等于中国 中共直接领导的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决定等于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民 也开始在问 究竟是共产党大还是基本法大 这个不是一个偽名题来的 多谢各位收听、收听 下集再见